之前给大家做过好几期DIY网红灯的视频 很多小伙伴都纷纷入坑 而且都做出了非常棒的非常有意思的网红灯 我自己做的那个一直放到现在都落灰了 一直想给大家做一个相对完美的版本 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都没有能够实现 直到我收到了这两个小东西 看到这个之后 我就感觉它简直是我心中完美的复刻版本 我这次拿到有两个版本 大家看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 这个是迷你的版本 大家看到这个小一点是Nano的版本 大的这个是20公分乘5公分乘7公分的 小的这个只有17.5乘3乘5 真的是非常小 非常适合放在桌面上 我给大家做一下比较 大家就知道它到底比我原来做的那个小多少了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原来做的 跟这两个小的一笔呢 完全就是傻大黑粗 丑的一笔 没法看 好我们先来放到一边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这两款的壳子都是3D打印的 而且都是没有打磨过的 黑色的这个就相对的平整一些 红色的这个就感觉略显粗糙一些 我估计这个应该跟打印的材料是有关系的 整体的外形都比我之前打印的那个要信赢很多 开发者在造型上面我觉得还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的 而且它的一体性也是非常的好 基本上没有零件晃动的这种声音 基本上呢也没有太大的缝隙 顶部呢有两个散热开口和三个按键 那两侧呢有声音的开口 那左侧的这个开口里面呢 是有TF卡的插槽的 那这个作用呢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讲 那背部呢有扬声器的开口 还有一个USB Type-C的电源接口 那摒记了DC电源呢 我觉得它的整体性和我的使用性会更多一些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内部 我们打开它的正面的这个灰色的亚克力板 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张白色的均光板 我们拿掉均光板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格杉下面的这个8×32的LED的灯板了 我们取下四周六颗固定螺丝 那就可以拿下它的这个格杉和灯板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内部 它这个布局呢还是相当的规整的 最起码我觉得比我这种外行要做的好的太多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电路板呢是由三块小板组合而成的 那右边呢有一个小的扬声器 那内部的这个布局 那最起码金水觉得还是非常简洁的 那竟然里面还有打印的有字 虽然大家也不知道啥意思啊 灯板的背后呢印有Altrex 2.0和前赫中国的字样 那这个项目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前赫中国的一个大佬做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们的帖子 那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那这个黑色的版本呢 在这儿呢就不给大家拆开看了 其实内部是大同小异的 不同点只是正面呢是透光的织物材料 代替了这个亚克力的玻璃 背部的镂空设计呢 它的散热开孔 内衬了防尘网 跟红色的版本呢 少有不同而已 相信大家看完这个Pro板 那就会觉得那跟我之前做的这个普通版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那接下来呢我就领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之前的视频给大家在做演示的时候呢 是在软路由上安装的server 今天我就应小伙伴的要求 教大家如何在群晖上安装Altrex的服务端 好那我们首先打开群晖 我们找到Docker 我们来到注册表 在这里呢搜索Altrex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圆 那这个呢是前科中国大佬的圆 那这个呢是黑影大佬的圆 那其实你用哪个都可以 那我一般呢会用德国大佬的这个原装的这个圆 那因为其实它更新的非常勤啊 也会经常修复一些bug 好那我们现在双击选择最新的版本下载 下载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 那这个会根据每个人的网络的情况不同而定 好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到映像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载的固件了 下载完成之后完整的文件的大小呢应该是172兆 在这呢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它的完整性 不然之后可能会发生无法安装 或者说安装出错的问题 好我们现在双击安装 双击之后呢我们来到高级设置 我们现在把自动开启大开 那我会习惯于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不勾选这个选项 好我们现在来到存储空间 点击添加文件 我在Docker这个文件夹里呢 新创建一个Altrex的一个文件夹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其他的文件夹 或者叫其他的名字都是可以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网络 勾选使用Docker host的相同的网络 然后我们来到环境 那我们在这要添加一个变量 好我们点击加号 可变里呢我们填TZ也就是时间 在值里边呢我们填入亚洲和上海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固件呢 是德国一位大佬写的 那固件的系统呢 我们需要把它转到正确的 我们的时间才可以 那完成之后呢我们点击应用 这里呢你可以改一个你希望叫的名字 在这呢我就把它改成Altrex 2.1就好了 好我们现在点击下一步 最后呢我们再仔细的检查一遍 那如果没有什么错误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应用就好了 好不出意外 你会在你的容器里看到你的程序 已经开始运行了 好我们现在点击这个容器 找到中单机 看到加载完成之后呢 你就能在你的外部端打开这个后台了 如果你的群绘的硬件非常给劲呢 你可能就看不到它的启动过程 非常快就过去了 最终呢我们要以在外部端能打开为准 好我们现在打开Altrex的服务端的后台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连接硬件 是无法做出任何的改变的 那我们现在把盒子插上电源 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我们打开手机或者电脑 找到这个链接 它的密码呢是Altrex XX 就是三个X 链接上之后呢 我们来选择你的Wi-Fi 注意啊这里只支持2.4G的网络 那之前有小伙伴跟我说 他怎么都连不上他们家的5G 其实大多数都是这个原因 那选择好你们家的Wi-Fi的名字之后呢 我们可以添加你的Wi-Fi密码 之后呢我们指定服务端的IP 那我的群晖的地址呢 是192.168.100.110 注意啊这里的服务器端口是7001 不是7000 服务端后台的访问地址 端口才是7000 一定不要搞错了 之后呢我们点击确定 接下来你就可以在你的Altrex上 看到Wi-Fi的链接的字样 而且呢你可以在后面看到你的IP的地址 看到它开始显示时间之后呢 你就可以确定 它的链接已经成功了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到服务端的后台 去添加你想要的应用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在这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如何的安装应用了 想了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好了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已经安装了几个应用 那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声音文件 复制到TF卡里的根目录下 安装到Altrex里面 重新开机之后呢 你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按键都是有声音的 我们可以按盒子上的按钮来切换相应的应用 之前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那也会有相应的音效 也可以设置它的亮度 音量 或者是锁定直显示某一个内容 那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在这儿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彩云天气的安装 那这个应用呢 是属于第三方开发的应用 它无法在软件商店里直接安装 那我们找到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目录 我们找到App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把这个夹袜的文件复制进去 重启一下服务端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 找到我们的彩云天气了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更改几个数字 那我们需要在这里填入 所在地区的经纬度 那这里呢 我们选择填80 那它的意思就是 在大概降水概率 在80%左右的时候 就会报警 播放声音呢 这里填0 下面持续的时间呢 我这里设的是0点到23点59分 那如果你不希望半夜被吵醒的话 那就麻烦你自己要调到 自己希望的时间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这玩意很吵的 在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马上要下雨的时候呢 到底是什么效果 是不是很有趣的 好总结 这两个成品的Ustrix 不管是样式到大小 无论是功能还是显示效果 都不是我之前做的 那个傻大黑粗能比拟的 最主要的 我觉得还是价格比较便宜 我粗略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配置 我估计自己做一个 怎么知道也得五六百块钱 那他们这两个小东西 那价格也才不到400 非常适合那种想省事 就能玩到的小伙伴 那当然 我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啊 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亲手做一个 但是讲句真心话 人家这个东西呢 才叫创客 我那狗X不是 啥也不是 那本次视频所涉及到的文件和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如果有需要的学伙伴呢 可以自行下载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每一次点赞留言和转发 都会对我和我的频道 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